有人说中国公务员工资不高,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很有钱呢?那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钱啊。 比如说,开大会的时候,一般人都是一个茶杯,而有些人呢,就能有两个杯子,别人是茶室直接往杯子里加水,而有些人呢,是连杯子一起拿走,再换上新的杯子。 据说,茶杯的把手都是特制的,因为手指粗短,普通的茶杯把手不方便拿,这些茶杯的把手就设计成适合它的手型。 你说,月薪才一万多,它能负担得起这些开枝吗?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,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,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最近有个网友和我闲聊,说他们村的一个村干部换新车了,二十来万的帕萨特换成一百多万的保时捷砍验了。 说,很奇怪,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块钱左右的村干部,为什么这么有钱呢? 能在县城买豪华别墅,并且能开上豪车呢? 他说,这村干部,常年住在县城,村民平时难得能见上他一面。 村民平时需要开个证明,盖个章之类的,还需要电话预约,不然找不到他。 确实,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。 村籍干部在县城购买房屋,乡镇干部在市里购买房屋,县籍干部则在省城买房屋,市里的干部则在北京购房,省里的干部,北京的干部呢,则在美国,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购买房屋。 要知道,最大的老板,一个月工资才只有一半多,他们是怎么负担得起这些奢侈消费的呢? 虽然公务员的月薪普遍比较稳定,但他们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增加他们的收入。 因此,一些公务员可能看起来很有钱,但他们的财富可能不完全来源于他们的工资。 就算工资只有三千,他们也能毫不犹豫地花掉三千,甚至六千。 一年收入十万,也不在乎买辆二十万的车。 要知道,这种花钱的底气只有两种人拥有。 一是实现财务自由的人,另一个就是公务员。 公务员们基本不用担心工资发不出来,因为只要不辞职,工资好像永远都有保障,现金流源源不断。 当然了,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务员都富有。 但是也要承认,公务员中的有钱人还真的不少。 比如说,有一些人原本一穷二百,但进了体制之后一夜之间就变得富有了。 这也难怪,之前即使各地传出公务员欠薪和匠薪的消息,也无法阻挡中国人报考公务员的热情。 所以说,在中国,如果想要有钱有面,就只能去考公务员。 当然,进入体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你得有一定的背景和能力,要不然个人的简历就会像寄的一封空信一样。 有背景,即使没有能力,没受过任何公民教育,信奉的只有暴力,赴黑全斗。 即使键排回车键都不认识的小学生,都可以成为十四亿人的奴隶主。 而对于那些没有关系,没有背景的公务员,即使他们进了体制内,生活也不尽如人意。 每天上班,就像参观豪车party一样。 宝马,奔驰,霸岛,保时捷,斯巴鲁,沃尔沃X,捷豹,别克商务。 然而,普通公务员只能远观而不能触及。 看着单位里的一位姐妹,刚开始上班时,开了一辆帕拉梅拉,但觉得太显眼了,于是第二天就换成了卡业。 这种身份的随意切换,难免会让那些一无所有进入体制的公务员心理失衡。 这些人,要么是官二代,要么是商二代,或者是丈夫自己开公司,最差的也是利用体制红利,拼出一份家产。 一穷二百进入体制的公务员就只能感叹,以前单位的福利真的很好,可惜自己生得太晚,没赶上了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宇宙的尽头就是体制。 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不好的女同学,她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,在毕业前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于是就会选择考公务员,认为这是她们最好的出路。 在这个信息为王的社会,家境不好的人可谓是信息贫困户。 她们拼尽年轻,拼尽体力,拼尽脑力,却仍然难以立足。 可怜的人们,一句话能解决问题的有钱人们,却轻而易举地扫过难关。 这样的压力下,她们年轻就早早秃了,身体也逐渐走向亚健康,挣的钱连买药的都不够。 不过,如果能够混进体制内,尤其是江浙广深这些发达地区,那么所付出的努力就要比企业里付出的要小得多。 就算是在东北小三线,每月拿的三千块钱也比在企业里轻松度要高。 因为中国普通人没有足够的资本去享受安逸的生活,前家公务员这个属性, 足以让农村孩子顺利地攀登阶梯,改变现状。 除了官二代,商二代,还有一个类型的公务员在单位里最常见。 这些人的家庭并不是大富大贵,但他们的父母都有稳定的收入,房子也早早地买好了。 如果实在不计,家长还能给孩子出个首付,然后让孩子自己还贷款。 这些家庭的孩子生活压力相对较小,单位的公积金几乎可以覆盖房贷, 到手的钱是纯收入,想买点奢侈品也绝对不是问题。 以大连市为例,普通公务员工资七千左右,两个人一起到手1.4万。 每年还能买一次奢侈品,没事还能小资一下,出去吃个饭,健健身,甚至旅游一下。 日子过得可真是滋润啊。 那些家里没有钱也没有背景的公务员,想要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争名夺利, 那真的是,基本是不可能的。 唯一的途径,那就是努力加上领导的赏识。 但是,他们很快就会发现,就是再努力,在政科级别就戛然而止了。 如果想要往处级级别走,光靠努力远远不够。 但是,在省市级别,按部就班的走织级工资,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活或者不干活, 只要混个四级调研员,享受付出级别待遇, 对于没有背景的公务员来说,简直是祖坟上冒清烟了。 然而,要是在现乡级别,没有背景的公务员成为了二级主任客员, 他们的直级生涯就已经顶天了,再往上走,就只能看造化了。 但是,如果能够攀附上个不学无数的官二代, 也是可以在中国的官场以火箭般的速度跃升的。 但是,如果想再进一步,那就不可能了,听说官二代也有私生子的。